如果给玉米大炮吃三包金可拉,最后会变成什么呢? 我们都知道,玉米加农炮是一个非常好用的植物, 它不仅可以发射玉米大炮炸掉一定范围内的僵尸, 并且还可以无限填充炮弹, 但是它的填充时间太长了, 一不小心就会被僵尸压扁,当场去世。 那如果我们给玉米大炮吃一包金可拉升级进化,会怎样呢? 玉米炮,你感觉怎么样? 我感觉身体充满了力量,我要爆发了。 新植物,玉米忧郁菇, 现在忧郁菇的攻击方式从手动攻击变成了自动攻击, 在遇见僵尸时会发射一圈的玉米大炮秒杀僵尸, 那我们给它安排100只尖刺冰车僵尸, 看看它的威力如何。 听说能打出这个字的人, 未来都会非常幸运, 好家伙, 不愧是玉米加农炮的进化植物, 轻轻松松就干掉了100只冰车僵尸, 那我们给玉米忧郁菇安排第二包金可拉, 看看它会变成什么。 新植物,魅惑加农炮, 由魅惑菇和加农炮杂交而来, 外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, 在遇见僵尸时会发射魅惑炮弹魅惑全屏僵尸, 那我们给魅惑加农炮安排200只巨人僵尸, 看看它能否挑战成功。 看来这次进化的有点失败, 连一个橄榄球僵尸都防不住, 那我们给它吃最后一包金可拉, 看看它会变成什么。 新植物,套娃玉米炮, 这次的玉米炮外观变成了像套娃一样的结构, 当它遇到僵尸时会触发大招终极套娃, 轻轻松松干掉一群僵尸, 那我们最后给套娃玉米炮安排一个僵王博士, 看看它能否打败僵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